大家好,我们的才华文艺的吴曼山老师 又向外边放了这个话题 又写出了优美的政治八卦,政治讽刺美文 说这个胡舒尼在达沃斯密会拟墙 宫中事,欲说还修啊 写的不错,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这个胡舒尼通过李强的秘书 要求在达沃斯和总理当面见一见 说一说,聊一聊 一起思考一下中国想何处去 然后李强就回话说 可以,可以见面 但是呢,不能在宾馆 因为担心有共产党安排的隐秘的摄像头 也不能在外面的饭店,咖啡厅之类 很容易被记者拍到 完了以后呢,胡舒尼就很聪明 选择了郊外的雪野 边走边聊 两个人年纪都大了,也不可能去划雪 是不是,在雪地里面走走 看到这个地方,我想起了 这个谁,想起了崔健老师的歌 在雪地里面,什么,撒野 车呢,就开到了郊外 在一个滑雪场的这个边上 人不多 适合密谈 什么,然后这个李强呢 让这个胡舒尼把手机放车上 是吧 司机和秘书呢,在不远处呢 就等着 安全人员保卫 安保在周围的就围成了一个圈 但是搁得很远 是不是,保护这个李强 伪总理的安全 是吧 走了几步远 李强的第一句话是 他说 舒尼啊 你看这个老大呀 给你面子啊 博士给你面子 同意让你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 上次我请马云 结果马云呢 就没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办不同意 我这边国办的人同意 中办不同意卡住了 所以马云都无法参加这个达沃斯的会议 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 现在呢 马云也不知道去哪了 听说去到了那个什么 德国 在德国街上 是吧 被人拍到了 估计这个小子不回来了 怕我们的老大把他给灭了 我呢 也通过各种途径 给马云呢 去烧画 要有耐心 是不是 不要急 什么事情慢慢来 是吧 说我们这些个搞经济的人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下去 可惜马云现在连我也不信了 居然跑到德国去了 一会儿说他在新加坡 一会儿说他在日本 一会儿说他在德国 一会儿说他在西班牙 最近有人拍到马云老师在德国 对吧 然后呢 说完了以后胡说你就回话 说呢 这次来达沃斯开会呢 说实话 还是有几个外国人 还是相信你 李强总理的 你说的这个GDP的数据 5.2% 是吧 还有什么承诺 还有说中国有8亿人 是中产阶级 这些个话 有没有人信呢 有 不多 但是最信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总理说说看看 就这个话题 我想问你一下 然后李强就一脸的苦笑 然后这个胡说你就说啊 他说我们的媒体 现在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 说话的空间呢 没有 就是生存的空间归零 然后李强就些话说 你就感恩吧 你啊 现在也只有你能够办这样的媒体了 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的大尺度 那土共中国天下 是不是新时代 包子的新时代 不就乱套了吗 是不是 然后胡说你就是 一下子唤醒他的新闻专业主义 他说怎么就会乱呢 西方的媒体池都够大吧 西方社会好像也还好啊 是不是说这个 李强就说 哎呀 说这个胡姐啊 书宁啊 你不要跟我抬杠了啊 西方是西方 我们是我们 中国 我们现在是乱不起来 乱不起的 不能乱 大家都在唱衰中国经济 我们还干不干事 国情不一样啊 你是一读书 拿这个道理 你还需要我说吗 胡说你就说 金融经济是你在管 还是蔡奇在管 他管党务 难道他也管经济吗 李强就说啊 你没看出来吗 这叫何管博日 蔡奇 他是在替脑大管金融与经济的安全 我们这些国务院的人呢 是管具体的事物 管如何落实 如何不出错 你看我这次出门吆喝 是吧 参加达尔斯的会议 让他们外国人到中国投资 现在呢 洋人呢 对我们的敌意太重了 你有美国背景 也有一定的公信力 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听你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策划一次大外宣 经济严寒的时候 需要正能量 这是我为什么同意跟你见面的原因 我知道在西方社会 你比我的影响力大 我拜托你了 然后胡顺利突然就笑了 像孩子一样的笑的花一样的 说这个总理啊 你们不缺正能量 习主席是红太阳 照到哪里呢 就哪里量 哪里就有正能量 他不来这里指点世界经济方向 这帮羊人就没有正确的方向 在这里近视个吃喝玩乐 说几个高大上的废话 所以我想问你 习主席为什么就不过来呢 让你过来呢 是不是 然后李强没接话 过来一会儿说 又叹气 说啊 我现在是真不如在浙江上海 工作的那么爽 那么高兴 那个时候的洋人呢 排着队啊 要见我的面呢 投资不上十亿 我是不打理他们的 我帮马云打了个电话 马云的股票就伸到云端里去了 我现在虽然是你们的总理 我他妈的像一个村支部书记 你明白吗 然后胡叔 你就接过这个李强的话 就说啊 你啊 不太像一个村支部书记 村支部书记 中南海的村支部书记是脑大 你是会计 你得对自己的定位 有点了解行吧 一句话把李强也都笑了 很开心的笑得跟傻叉似的 是吧 然后胡叔 你就接着说啊 他说你笑的时候 还是当年的样子 是吧 你们这些个从浙江基层 搞起来的人 知道中国的市场 你也是怎么一路过来的 你们是有记忆的 但是你进了中南海以后 我发现你每天都在假装笑 你没觉得你李强不会笑吗 你每天笑笑得很难看 很勉强 叫皮笑肉不笑 干笑 你说是不是 李强就没说话 是不是 这个 这时候呢 就有人在提醒他啊 万表响了 上面提醒他 赶紧回宾馆 给老大回报工作 情况怎么样 说这个胡叔 你看见李强也要走的意思 就说哇 他说你们政治军 每个领导人还真是 一人配了一个万表啊 这跟脚上带这个跟踪器有啥区别呢 你上辈子是不是遭了什么孽啊 你其实也是一囚徒啊 是不是 你看我就没有带万表啊 然后李强就说 哎呀 你上辈子才遭孽呢 你们全家人上辈子都遭孽 你们这些个媒体人的回吧 是吧 多保重啊 小心 我们老大有一天不高兴把你抓起来了 现在都是我在保重你呢 胡叔立就说 那你脑人家也多保重啊 我在这会儿看一会儿 这个雪景一会儿有人来接我 然后两个人的交谈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们的曼山兄就 由此就点评到 各位看官 一姐 中国的新闻一姐 胡叔立这样的身份 早年与习近平 李强 在是经常在一起 在一个饭局上 可以胡说八道的 没有上台之前 习近平与李强的许多信息 也是靠这个胡叔立 获取的或者是传话 正是因为旧交旧情 所以胡叔立呢 还有那么一丢丢的话语的空间啊 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啊 中南海在习近平时代 已经开始的飘移 离故人 离文明世界越飘越远 互相只能看见模糊的背影 望着达沃斯野外的雪景 中国新闻一姐 突然一整韩义 进入他的胸膛 韩义并不是来自这里的雪山 而是来自于习近平的那张包子里 那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段子写的不错的啊 我称之为是政治美文 我是跟曼山雄建议过的 这种文字多了以后啊 以后啊 出本书 是不是 真的是 50年以后 所有的这个世界的喧嚣都过去了 但是这些个政治的讽刺的美文 还会留在人间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我是同意 曼山雄写这样的文字的啊 因为中国的政治 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的黑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候你就用你的常识 用你的知识积累 是吧 用你的文笔 把它写出来 是不是 那不思小说 是甚思小说 是吧 这很好的 这里面就讲说 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首先第一 李强是没权的啊 本来应该是习主席来参加的 结果李强来参加 他是啥 或者算不了的 除了吹牛 他只能说一些空话 第二 就是这个 李强在这个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啊 他是没什么权的 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排第一的是西包子 排第二是蔡奇 是吧 李强就是一会计 这个话说的很好 干干活的 对吧 这个说的挺好 第三就是什么呢 李强现在保马云 保不住 保胡适宁也保不住 所以李强呢 也认为胡适宁很危险 所以这几个话呀 我就说无数字了 在中国啊 没有人是安全的 连何卫方都说了 法 是司法不读 你每个人都不安全 这些话都是废话 都是废话 在中国谈什么 新闻自由 谈什么司法独立 太远 但是在中国 可以像我们的 胡适宁老师一样 谈谈市场经济 谈谈国际合作 谈谈私有经济 这是可以的 勉强是可以看的 是可以谈一谈的 所以我呢 现在呢 我还是比较关心 胡适宁老师的 什么何卫方老师 我不关心 我以何卫方老师 对我蛮客气的 老夸我 但是太不接地气了 真的太不了解中国了 太高大上了 是不是 最后自己把自己给忽悠了 没什么意思 我们呢 也是希望呢 中国的新闻一解 胡适宁老师 能够平平安安的 不要进监狱了 谢谢